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去找这些书来看 那有中文的 也有日文的 也有英文的 那今天不要不多说 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第一本呢 就是这一本 吴世慧的故事 这本呢 是由香港的出版社三联书店出版 那它里面介绍了 我讲的那六大服事会师啊 这里面这本书都有讲 那它是中文的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找来看看 它其实里面讲的算是蛮深入浅出的吧 再来就是呢 我非常仰赖的一本书啊 吴世慧三姐 所谓的 它里面提到那三个人 就是葛世北斋 喜多川哥马侣 跟哥川广众 但是呢 它除了提这三个人之外 它也有提到 其他不是会怎么发展而来的 以及当时不是会是什么影响当时日文 江湖时代的 然后它后续又对日本人造成什么样的 艺术运动的影响啊 还有它当时这些会师 又怎么跟这些出版社合作的 它里面讲的非常非常细 我里面很多知识也从这本书来的 那它是由 当初它是由大陆的出版社出版的 那它当初一出版的时候呢 我就买了 因为当时中文市场里面 这么详细介绍不是为了书 当时还没有 可是呢 最近呢我在伯克莱啊 在成品啊 在各大同路都看得到它 所以应该也不难买 那给大家 大家 也跟大家推荐这一本 那再来就是 大家一定会很喜欢的啊 这个 这个 万福和河神 这本书呢 我自己也还没看完 那它在讲什么 它在讲的就是 日本里面专门介绍 日本服饰会里面 春话的一个 专门的书籍吧 那也有翻译成中文 那它里面呢 讲的非常非常细 就是 男女在交购的时候 会有什么台词 它里面都记录下来这样子 那用一张春话配 因为 因为有些 我们知道有些服饰会 它上面会写字嘛 那它 这本书去告诉你 告诉你说 那些字在讲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 他们在做那件事情 当下会讲的一些台词 我自己还没看完啦 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兴趣 台湾的出版社也有出版 对台湾目前有出版 大家可以 我知道很多人一定有兴趣 自己去找来看吧 那再来就是这本 非常 算台湾非常早出版的一个 这本吧 日本服饰会简史 算是台湾 大概二十几年前 就出版了 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 蛮前卫的 因为在当时那个时候 其实 服饰会在台湾 并没有 这么的广泛的流行 但是 这本书在一九九几年 艺术家出版社出版的 它里面就已经介绍的 非常详细 服饰会 怎么制作的 如何从会师到 到雕板师 再到拓映师 景会 大手绘 这些专有名词 都可以在这些里面 都可以在这本书里面 得到 非常详细的解答 对啊 那我觉得这本 也很值得找来看 它里面还有介绍 像是 到明治时代的会师 它都有讲到 对所以推荐大家这本 那再来呢 这两年 最近出版的 广众 民所 江户白景 因为广众它画了 当时 许多日本江户时代的风景 那些风景 其实到日本 现在都还在 只是它长得不一样了 如果你有看过 我介绍 歌川广众那三集里面的话 我也有带到这个 就是江户 民所白景 那这本书呢 就非常非常详细的介绍 广众里的画作 当时画的场景 跟现在日本那里的场景 有什么不一样 广众是在哪个角度 去画 这个画面的 然后 然后这本书里面的那个 摄影师就真的跑去那个 同样的位置 地方拍一张 然后就可以跟 就可以拿江户时代的样子 跟现代的 这样子做一个对比 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对 如果你常去东京 然后你对服饰会 对艺术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去找这本书来看 我非常推荐 再来就是我也非常喜欢的 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一本 泰田纪念美术馆出版的 也是最近这两年才翻译到中文市场的 服饰会恶人的美学 那我们知道服饰会里面 它一个非常重要的题材就是 无产会跟武士会 尤其是我非常喜欢的 歌川国方跟他的师弟 月刚方年 他们画的那些武士会 无产会跟历史画 那这本书呢 就里面也详细介绍 那些画作背后的故事 也是我非常 也是我每次讲服饰会 都一定会翻开来参考 的书 非常推荐给大家 如果你喜欢歌川国方 喜欢月刚方年的话 这本书不能错过 好 再来就是这一本 这一本 刚讲到月刚方年嘛 现在就给你真的来个月刚方年 月刚方年他所 他画的题材就跟他的老师非常像 喜欢画一些武士啊 妖怪啊 那这一本呢 着重在 月刚方年他所画的妖怪 那里面包含了一些武产会 因为很多乌产会里有些乌产会里面有带到一些妖怪的东西 那这本书呢 也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 如果你喜欢歌川国方 月刚方年他们那个拍戏的话 这本真的非常推荐 那再来 讲到月刚方年怎么可以不提他的老师 歌川国方呢 那这一本 歌川国方 齐笑的木板画 这一本呢是由那个 这本是我在日本的书店买的 因为中文市场里面专门介绍歌川国方的书 我之前前半年一直找都找不到 歌川国方那两集的时候 相当大的仰赖了这一本书 那我知道很多人一定跟我一样都喜欢歌川国方 他所画的舞者会 跟那些 历史画啊 还有一些妖怪画 那这本呢非常推荐给大家 那还有 就是日本出版的书啊 他用的纸质呢 他用的纸质跟他的印刷都非常非常的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都非常非常我随便翻 对 大家随便看一下 对 所以呢非常推荐给大家 那再来就是这一本 在八线服饰会 大陆出版的 那他是由 中信出版社的一个 知日系列 他这个知日系列呢 介绍了非常多日本文化相关的东西 我手上还有像是 和字汉语啊 枯山水庭园啊 还有再来就是这一本 服饰会再发现 这一本 那这本书呢 他算是一个 如果你想对服饰会有个初步的 先有个初步的了解跟认识的话 这本书是非常好的选择 因为他 融合了 他集合了许多 想要认识服饰会的人 的一个问题跟资料 那这本书都找到 他也介绍了相当多不同的会诗 那 除了我的六大会诗 他里面都有提到之外 他也提到了像是 我没有提到的那些会诗 大家自己去找来看 那应该还找得到啊 网络上应该还找得到 再来就是最后这一本啦 Kuniyoshi to Kunisada Kuniyoshi就是国方 Kunisada就是他的师兄国真 那这本呢 是由美国的波士顿美术馆出版的 欧洲人啊 洋人啊 真的非常喜欢办服饰会的展览 所以每次他们一办展览 就已经会出一本书 那这本书呢 就是当时那个展览所出的 他办了国方跟国真 这师兄的合计展 那 他的用的纸质呢 他是英文版的 他用的纸质呢 也非常非常好 图片的印刷也非常的精美 我也随便翻给大家看一下 对 那 他是英文版的 但是我应该 我认为 读起来应该不难啊 应该不难 所以 一样对歌川派啊 对歌川国真 有兴趣的人 就可以去把 这本书找来看 网络上都找得到 对 都订得到 那 以上呢 就是 这几本 如果你想 再 觉得我讲的不够 你想要再认识更多 关于胡适会 或是日本文化的话 这些书都是你 很好 可以去找来看的书 好啦 那顺便提一下 那接下来我要讲的一些 影片的题材的内容好了 我可能会讲一些 中国的 传统文化 像是三寸金莲 跟 症结牌坊 然后 欧洲那边的话 我可能会讲 因为今年六月中呢 有一位 欧洲的 某个国家的 国宝级艺术家的 珍姬 会来台湾 所以呢 我目前在整理他的资料 所以呢 也许过一段时间 我觉得非常有系统性的 完整的 讲那位 艺术家 那大家可以期待 那日本当然 原本我是想讲大正时代 因为鬼灭之刃嘛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就是 就是 网路上太多人太优秀 已经很多人把大正时代 讲得非常好 所以呢 我可能还是会 着重指在 日本 那个时候的 艺术家的一些 影片的一些相关吧 或是他们的传统文化 可能更早 像平安时代啊 耐量时代 连昌时代 世丁时代的 那个时候的东西 好啦 那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 我们下次见 接下来我会尽量固定 固定 回到以前好不好 一个礼拜至少更新一支 好啦 那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